这是我溯源的时候 真的好丑 好没有自信哦 勒头丑还中了一千块 很烦耶 我这个月的预算已经算好了 现在要重算了 说人话就是 你想要让大家知道 你想要得到关注 我虽然 你身边有爱炫耀 或者是假装谦虚的人吗 我吗 我不喜欢戴手链跟手表耶 我也不喜欢 我真的不喜欢我手上有东西 但是我太太硬要送我生日的礼物 你看我这个手链 你看这个钻石 这个壁虎 我真的很讨厌这样子 我真的需要 只是简单的祝福 跟我说个生日快乐就好贵哦 这钻石好多颗 怎么会这样子 东西给我拿来 给我拿来哦 其实你在房间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状况 他们想要让别人知道 他自己的成功 以及他的小孩有多么的孝顺 早安天气有点冷哦 对啊真的有点冷 不过我儿子有买衣服给我 但是我真的叫他不要再买了 我儿子很爱买衣服给我 真的很伤脑筋耶 你看看哪 你给我脱下来啊 你现在给我脱下来啊 马上现在 其实这样的状况 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 假装谦虚 越来越普遍 这是我溯源的时候 真的好丑 好没有自信哦 该怎么办 才刚上班一小时就做完老板要求的工作 接下来要等校办吗 我不是线水小偷啊 哎呀好无聊哦 發送 在2018年北卡罗莱纳 在2018年北卡罗莱纳 比直接炫耀更令人讨厌 哎 我乐透中一千啊 请客 给我请客 哦呦我乐透才中了一千块很烦耶 我这个月的议算已经算好了 现在要重算 很麻烦了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这些行为 发这些图片文章呢 当然这就是要吸引你的关注 这个时候有人就会说 这是我的社群平台 难道我不能发我自己想要发的东西吗 你不喜欢看就不要看啊 亲爱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抒发情绪 你应该要设定 只有自己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只有你的朋友看得到 而不是公开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潜意识的偏好行为 说人话就是 你想要让大家知道 你想要得到关注 大卫送了一个新手链 我真的很不喜欢耶 因为我已经很多手链了 我只有一只手 好 发送 那人为什么要炫耀呢 这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行为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当你炫耀之后 你收到网友很多正面的回应 你会感到非常的快乐 自信会提升得到满足 你在网路上发了一张自己的身材照 或者是展示自己的身材的美 甚至你是在记录自己的健身成果 你得到了很多的战术 或者是很多正面的留言 称赞留言 它使你快乐 而这些留言 这些点赞数 刺激了你大脑的奖励机制 当你知道这样会得到快乐之后 你就会一直重复这些行为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的社群媒体使用者 我说的是有一些哦 不是大部分哦 有一些的社群媒体使用者 他一旦发布了裸上身 或是肉乳沟的照片 得到了非常多的点赞数 以及很多正面的留言 他接下来社群媒体的账号 他的页面 就会呈现很多裸露上身的照片 甚至就是 对不起 对不起我更正一下 就是记录身体美好的照片 你是不是想害我被揍啊 假装谦虚实际上在炫耀 真的是很令人不爽哦 但是炫耀并没有什么不好 你要选对的对象 以及对的事情 你炫耀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正面回应哦 怎么那么麻烦啊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请分享给假装谦虚的人 以及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并且订阅我的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等一会儿 再见 感谢观看